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調查人 吳瑞恩 相信大家對大蒜都非常熟悉 而我最近在網上看到這樣的一個說法 它就說 吃肉不吃蒜 營養就減一半 簡單來說 吃肉的時候就要同時吃蒜 這樣才能夠更好保證我們營養得吸收 蒜是不是真的有這麼神奇的功效 我們吃肉的同事是不是真的要吃蒜呢 今期節目我們一起為大家調查一下 國內外很多科學研究表明 大蒜具有很多食用和藥用價值 而事實上最開始的時候 中國並沒有大蒜 巡漢時期大蒜從西域傳入中國 從此它就開始征服國人的餐桌之旅 到現在我們很多的美味街牛當中 都可以見到大蒜的身影 例如說蒜蓉炒生菜 大蒜炒臉圓 蒜香扇杯 蒜香排棍 大蒜豬肚湯 大蒜黃炆雞 大蒜炆牛腩 大蒜等等等等 聽到我都流口水了 大蒜可以說是我們生活當中 經常用到的一種配料 根據網友的說法 就說在炒肉的時候 就可以放少少大蒜 不單止可以調味 還可以增加肉的營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 網友的觀點認為 肉類當中的主要營養成分為維生素B1 不過因為它的水溶性維生素 會貫隨著我們的排泄而大量流出 所以體內停留的時間很短 如果炒肉的時候放些蒜蓉 肉質當中的維生素B1 就可以跟大蒜當中的大蒜素結合 產生協同作用 不單止可以令到維生素B1的含量提高素倍 還可以令它原本溶於水的性質 變為溶於脂的性質 從而延長它在人體內的停留時間 網友的觀點真是分析得有理有據 不知道我們廣州的街坊 又是怎樣看吃蒜和肉的作用呢 我們一起去採訪一下 聽說吃肉不吃蒜營養減一半這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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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我用來做蒜的作用 用來炒菜 或者蒸排骨 炒菜 或者是 似乎是一種配料 我就覺得 炒出來吃 或者打火鍋 煮出來吃 看來大蒜已經成為街坊門餐桌上的老伙計 有人就認為吃肉不吃蒜營養減一半是很有道理 有些人就覺得大蒜沒有什麼厲害 只是用來當香料調味 對於大蒜的吃法也是各有詫異的 北方人就喜歡吃大蒜 吃飯吃麵都要加點落海 南方人就習慣吃一些醃製蒜小食 而南北方人民都常用的吃法就是切碎炒菜炒肉 調味增香 而對於蒜的處理也各有不同 有剁碎的蒜泥 有切塊的蒜蓉 也有整個保留的大蒜頭等等 這樣的食法和做飯對於營養的吸收有沒有幫助呢 而大蒜具有怎樣的功效呢 大蒜和肉一起炒 對營養吸收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呢 我們繼續調查下去吧 好了 大家看到我桌面上已經準備好所有的工具了 沒錯 我又要展示一下我多年來的廚藝 為了教清楚大蒜的功效 我決定親自下薯去煮你最拿手的菜 叫做蒜蓉炒肉片 與此同時我都請來了我的徒弟 他也是炒肉片 只不過他是不加蒜的 有請我的徒弟 沖沖 好 待會我們就會炒菜 炒完之後就將這兩樣菜送到檢測機構 檢測一下維生素B1的含量是多少 嘩嘩嘩嘩 這兩師徒的眼神實在太厲害了 看來徒弟有意要超越師傅的廚藝吧 事不宜遲 我宣佈生活調查團一年一度 食神側八大菜正式開始 一號選手就是知識師傅的調查員 他今天要煮的菜就是蒜蓉炒肉片 二號選手匆匆 屈據徒弟的稱號 他今天要煮的菜是青炒肉片 馬上來看看兩位選手的表現 好 配料準備完畢 開火 下鍋 兩位選手炒菜的時候 看起來就挺有價勢的 兩位選手為了贏得比賽 居然開始施展干擾筍 兩位可不可以專業一點 現在正在做節目 好 時間到 兩份菜已經煮好了 起鍋上菜 看樣子好像挺好吃的 各位觀眾 你覺得哪一份更加好吃 好了 兩樣菜已經準備好了 哇 很明顯 我這份賣相比我的圖要好很多 哈哈哈哈 先不說這麼多 我馬上把這兩份菜 馬上拿去檢測 好了 我們的結果已經出來了 一號蒜蓉炒肉的維生素B1含量 是每100克含有0.18毫坑 二號青炒肉片的維生素B1含量 是每100克含0.2毫坑 爺爺這樣看來 蒜蓉對營養的保留 並沒有什麼幫助 那又是為什麼呢 實際上來說這種說法 沒有什麼科學的意義 不管是從食物科學 還是從營養學的角度來說的話 這兩個物質實際上沒有直接的關係 吃蒜和吃肉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 那麼所謂的肉或者是蒜之間 有營養之間互相的增強 這個實際上在實驗中是走到這個結果的 在食物加熱這個過程之中 大部分的B1受溫度的增加的時候 它會損失很厲害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常說的蒜樹 在大蒜裡面的蒜樹 也是同樣一個道理 在加溫過程之中 它會受到損害 那麼這兩個物質實際上來說 它不是說複箱能夠保護 實際上複箱在加溫過程之中 都會同時受到損失 那麼這種情況下 怎麼來說 它可以提高它複箱之間的作用 原來食肉不吃蒜 營養減一半的講法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但是在具體的烹飪過程當中 鞏固肉類當中營養的關鍵元素 大蒜酥很可能已經被消耗了 也就因此達不到提高營養吸收的效果 原來大蒜當中最重要的一種 是叫做大蒜素的物質 而它也是很容易被分解的 那麼大蒜素除了鞏固肉的營養之外 還有什麼好處呢 但吃大蒜對我們的身體有什麼好處 實際上吃大蒜來說的話 我們除了在食物上的風味的改變之外 那麼很多人的目的實際上是因為大蒜 是一個調味的一個東西 那麼它會改變我們食物的一部分風味 或者是一些氣心的味道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味道 那麼有的人會喜歡這個風味 那麼這種情況下 可能對我們促進食意是有一定的好處的 是一定的好處的 那麼這是第一個方面的問題 第二個方面的問題 實際上很多人現在吃大蒜 就是從科學的意義上 或者是從我們研究上的目的來說 有些人吃大蒜的目的 可能是為了涉及大蒜裡面的蒜素 那麼蒜素對我們人體來說 它是一個很強的一個抗氧化物質 很強的抗氧化物質 所以這種抗氧化物質在身體裡面 它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衰老 或者是防腫瘤的一定的作用 哇這個大蒜素真是人類的福音 於是怎樣防止大蒜素的流失 就變得非常之關鍵了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這樣的說法 就說粗浸大蒜是保存大蒜素最有效的方法 是否真的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它是怎樣說的 這個網帖說 新鮮大蒜當中並不含有大蒜素 而含有它的前體 蒜岸酸 蒜岸酸以不穩定無臭的形式存在在大蒜裡面 鮮大蒜當中存在蒜岸酸受衝擊 例如說切片或者是破碎之後蒜煤活化 吹化蒜岸酸形成大蒜素 而粗泡大蒜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大蒜當中的蒜岸酸 民家亦都流傳 你日常用一到兩粒的醋大蒜 可以有效吸收大蒜素 從而起到平衡血脂的作用 說真的這個糖醋蒜我就很少吃了 所以我就對它不太了解 為了搞清楚它的底細 我決定查一下資料先 嘩 調查員輸入糖醋蒜這三個字 一下子就出現了31萬1千條的手索結果 裡面有數字不盡的文章都在宣揚糖蒜醋的好處 之後調查員輕而易舉地手道 自製糖醋蒜的方法 它也是非常簡單的 好了 以我過目不望的能力 我已經成功掌握了網上所說的那種 自製糖醋蒜的方法 在我桌上已經準備好了所有的工具 沒錯 又是時候展示我個人的儲神功力 等我成功整完這個糖醋蒜之後 我就會將它送去檢測機構檢測 看看它的大醋蒜 真的可以好好保存下來 完成糖醋蒜十分之簡單 第一步就是把新鮮的大蒜剝去外皮 只留下一兩層 切去頭部和尾部 第二步 拿一個乾淨的容器 最好拿熱水滾一滾殺下菌 烘乾它 每一斤蒜加二兩白糖 把米醋浸沒了新鮮就可以了 好了 一份糖醋蒜已經製造完畢了 我們將會在兩天後和十天後 分別拿一個大蒜出來 然後送去檢測機構檢測 看看它的大醋蒜的含量是多少 為了家庭對比 我們也會拿一些同等量的新鮮大蒜去檢測 看看它們當中哪個的大醋蒜含量比較高 十天後三種大蒜的樣本已經收集完畢 從左到右 一號就是新鮮的大蒜 二號就是浸泡過兩天的大蒜 三號就是我們浸泡了十天的糖醋蒜 資助樂利我們將它們送到檢測機構 結果很快就出來了 我們發現一號的新鮮大蒜的大蒜數含量最高 每一千克含有十二點五三坑 二號就是浸泡過兩天的大蒜 它的大蒜數含量是每一千克含有十點四七坑 而三號浸泡了十天的糖醋蒜 它的大蒜數含量是每一千克含有三點六坑 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 大蒜的大蒜數含量逐漸減少 所以醋大蒜可以最大限度 供保存營養的講法是不科學的 這就是為什麼 那麼我們所說的一點 大蒜數實際上跟我們用出來泡 或者是放置時間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的 如果是一個大蒜很完整的情況下 它不接觸氧氣 實際上它還是大蒜數的前提存在 那麼也就是說一個蒜裡面 它不是天然存在大蒜數的 我們要用大蒜數的時候 實際上要把大蒜數分開 要用大蒜把它粉碎 讓它充分跟氧氣接觸 那麼這個情況下才會產生大蒜數 才會大蒜數 所以在蒜在觸泡的情況下的話 那麼這種情況下肯定會抑制 這個大蒜數的一個產生 大蒜數的產生 所以它測起來的量實際上是很低的 原來糖醋蒜都不是什麼很好的辦法 大蒜數在太鹹太高溫的情況下 這個糖醋蒜都一樣 看到這裡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跟我都一樣 充滿了所有的疑惑 這個大蒜有這麼多的好處 我們究竟怎樣吃才可以發揮到它的作用 專家講過 經過國內外的科學和臨床研究 大蒜是具有食用和藥用的多重價值 最突出的幾點分別是 防癌抗癌抗衰老作用 保護心血管、殺菌作用 改善糖代謝 以及抗過敏作用等等 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 防癌抗癌作用 到底怎樣吃大蒜 才可以好好實現這個 聽起來非常誘惑人質的功能 我們還是繼續調查下去 沒錯 這個大蒜可以抗癌防癌 是有它充足的科學依據 它的原理是怎樣的 要怎樣吃才能夠達到這個效果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一起去問一下專家 如果你只是喜歡它這個食物的風味 那麼當然熟吃或者是炒著吃 或者是我們說用粗泡著吃 這種都問題不是很大 那麼只是你是喜歡這種風味 所以這是跟我們的生活 跟我們的飲食習慣的關係 那麼有時候呢 可能有些人吃某一種食物 吃為了某一種目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提到的一個大蒜素的問題 那麼可能是不是有的人用來治病 或者是用來防癌 這種情況下 如果是為了盡量的射起多一點的大蒜素 那麼我們應該的做法是怎麼呢 先把大蒜粉碎 就是切碎它 然後用個小桔子抓好它 讓它平均的或者是分散的放在空氣之中 它接觸氧氣的範圍越大 產生的大蒜素就會越多 測開蒜素越多 那麼這種情況下 你放置一段時間以後 然後這樣生吃 那麼大蒜素的射起量是最高的 嘩 原來我們平時吃蒜的時候 忽略了這麼重要的一點 這個完整的大蒜是沒有大蒜素的 所以各位街坊要注意 在煮飯之前先把大蒜切開或者是倒水 放在空氣當中等一段時間 大蒜才可以產生大蒜素 它的食用效果才可以達到最佳 沒錯 吃大蒜都是有非常多的學問的 我都問了專家關於大蒜的其他方面 譬如說一些小知識 一些小用途 我現在就分享給大家 大家看到我桌面上第一樣菜 就叫做蛋黃煎大蒜 這盤菜具有抗衰老的作用 因為大蒜是可以促進血液的循環 蛋黃含有豐富的維生素E 可以抑制活性酸素 又可以減緩血管和皮膚老化 兩者搭配優勢是互補的 既能夠發揮好的抗衰老作用 又可以對恐寒症的治療或者美容 產生很多的好處 它的做法是非常簡單的 只需要弄碎大蒜裡 加少許蛋黃 然後攪拌均勻 再用蒙火慢慢煎 這樣就可以了 第二樣就叫做蒜頭煮冰糖水 就是我面前拿的這碗 如果小朋友感冒或咳嗽的話 喝上它效果是非常好的 這個蒜頭煮冰糖水的方法 就很簡單 用30克的大蒜 10克的冰糖 再加上200毫升的水 先用大火把水煮開 再用小火慢慢燉幾分鐘 最後就煲成一小碗的量 令到我們的小朋友喝下去 如果小朋友吸收利害的時候 早、中、晚、一日 一共喝三次 第二天就可以見效 三天之後就會好 第三點就是揀大蒜 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的這兩個蒜 左手邊這個就不是獨頭蒜 而右手邊這個就叫做獨頭蒜 很多人都說獨頭蒜的抗癌效果 是比普通蒜要強很多的 我都問過專家了 專家就說獨頭蒜抗癌效果 和普通蒜是相差不大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上面所說的那些食法 重一點就是白皮蒜和紫皮蒜的區別 從大蒜的外表顏色可以分為白皮蒜 紫皮蒜和黑皮蒜 其中白皮蒜和紫皮蒜是大家比較常見的 專家都說過和白皮蒜相比 紫皮蒜的抑菌效果是更加明顯的 通過上面的一一展示 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和我都一樣 學會了不少關於有效利用大蒜的知識 上面說的都是大蒜的好處 但是萬事萬物都有它的兩面性 前幾天我就看到一條新聞 是關於大蒜危害 真的看到我非常之震驚了 這一則新聞有一個令人提笑皆非的標題 那個就是男子吃過兩大蒜中毒送醫 醫生差點被分到 據報道前不久在江蘇揚州 一名神思不清全身都是大蒜味的男子 被送入了急診身 男子的工友描述這名男子餐餐吃大蒜 醫生懷疑男子喝了農藥 就立刻準備幫男子進行洗胃等進一步的治療 但在檢查當中一股大蒜味 將醫生差點分到暈了 這個時候醫生才明白 這個病人很有可能是生吃大蒜過量所致 經過六個小時的搶救 你明男子的情況才有所轉 看到這裡我就十分之疑惑了 吃太多大蒜和真的有這麼大的危害 為了驗證這次的說法 我決定做一個實驗 首先請出我們這次勇敢又可愛的三隻小白鼠 然後請我們的工作人員幫忙完成這次的實驗 有請 這次實驗我們將會請到工作人員 幫我們的小白鼠餵養蒜泥 一號小白鼠餵養一瓣 二號小白鼠餵兩瓣 三號小白鼠餵三瓣 然後三個小時之後 看看小白鼠會有什麼不良的反應 好了三個小時過去了 我們看到一號和二號的小白鼠是沒有什麼不良的狀態 但是三號的小白鼠呢 我們看到它躲在角落頭上 沒有一些精神 看來過多一個大蒜 已經是對它的身體產生了危害 但是這個又為什麼呢 是因為可能是因為什麼呢 是有個人吃了過量的大蒜 是覺得心裡不舒服 身體不舒服的狀態下 有些人認為是食物中毒的問題 這個是兩個事 這個兩個事 那麼大蒜呢 它本身刺激性比較強 刺激性比較強 那麼吃了的時候 有些人因為這個刺激性 可能會產生一些胃不舒服 長大的刺激症狀 或者甚至有人直接就會吃到辣的喉嚨不舒服 那麼這種情況下 它同樣來說 它的刺激反應還讓我們更興奮一些 有些人會促進我們的血液循環 那麼這種辣的一種反應存在 有些人會覺得不舒服 原來吃太多的大蒜 居然會有這樣的危害 那麼我們一天要吃多少蒜才是最合適的呢 因為食物呢 作為一種食物來說的話 它並沒有所謂的中毒質量存在 所以呢 吃多和吃少 跟你的飲食習慣有關係 我們跟你的耐受 身體的耐受情話是有關係的 所以呢 以嚴格來說 吃蒜吃到幾顆 或者幾十顆 對身體有害 那麼我們一般不會提到這個問題上來說 那麼你要靠你的主觀感覺 你的耐受能力來判斷你吃的量 所以呢 你說吃個三顆 還是五顆 或者是十顆以內 是不是很安全的 我覺得 根據你自身的狀況來判斷 可能更為重要 沒錯啦 大蒜作為一種食物 具有一定的刺激性 食太多也都是會有害處的 各位街坊平時就要多加注意啦 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去適量地食用 那吃酸的時候還應該注意些什麼呢 大蒜呢 它本身的刺激性還是比較強 那麼尤其是生吃大蒜的時候 它的刺激性是比較敏感的 所以這些對於有胃腸道疾病 尤其是有胃病的人 或者是說容易興奮的人 那麼體質比較差容易興奮的人 他會覺得不舒服的情況 那麼這種情況下 我們一般會建議少吃一點 專家就補充說 大蒜雖然有一定的好處 但對於眼病患者 虛弱有熱者 肝病患者 皮膚輻射患者 重病者來說 大蒜應該謹慎使用 最好患病期間就不要吃了 好了 上面講了這麼多有關大蒜的知識 現在來跟大家總議一下 第一點 大蒜炒瘦肉可以改善風味 但營養價值和青炒瘦肉差不多 第二點 大蒜素具有防癌抗癌抗衰老作用 保護心血管、殺菌作用 改善糖代謝以及抗過敏作用等等 但是想要吃出這種效果 正確的方法就是切碎大蒜 令到它在空氣當中放十分鐘左右 令到它充分氧化 第三點 蒜蓉煎蛋黃具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 而蒜蓉冰糖水也有效幫助兒童止咳 第四點 毒頭蒜的抗癌效果和非毒頭蒜相差不大 關鍵是選擇上面的第二點 所說的正確的食飯 第五點 紫皮蒜的抑菌殺菌效果要比白皮蒜更好 最後一點 眼病患者、虛弱有熱者 肝病患者、皮虛輻射患者、重病者 在患病期間盡量不要生吃大蒜 以免產生不利的影響 好了 看到這裡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都學到一些關於大蒜的相關知識 我們今期節目時間也差不多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節目資訊的話 也可以登錄你的微信 關注我們生活調查和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我們下期平日時間再見 拜拜